老師一個人大概什麼時候會露出他月亮星座的樣子 比如說已經認識那麼多年的老同學 或者是我們已經住在一起過的宿舍的室友 我覺得這個都是月亮星座一定會被看光光的 想了解一個人的感情世界 一定要看他的月亮星座唷 就算他們的太陽星座好像不配 那你一看他們月亮同星座或同度 你就說啊我懂為什麼了 就是月亮同星座甚至同度的人 就會非常的適合生活在一起 那這也是結婚對象的首選 因為月亮處女有把一切打理好的強迫症 所以跟他談感情 你也會被他好好的打理哦 你穿什麼吃什麼休假要怎麼安排 他都會無微不至的照顧你 聽起來很不錯吧 他們不能忍受一絲的不工整 所以做事一板一眼 樣樣都要計較 這樣的月亮處女呢也一定是工作狂 不只是工作哦 就算是生活上 只要被他盯上的事 他都希望能夠把他做到好 這件事是因為他而變得更好 這會讓他很有成就感跟很安心 跟他們在一起你完全不用擔心餓死 你要擔心的是撐死 月亮巨蟹的人通常是朋友當中的 保護者跟照顧者 再也沒有比你不再需要我了 對他來說更恐怖的了 所以照顧是月亮巨蟹的關鍵字 如果他感受到他被你照顧了 他就會非常的感激 也願意為你付出更多 喜歡居家的月巨蟹呢 非常渴望能夠跟一個能認同他價值的人 共組家庭 認同什麼呢 就是他可以做自己而不用被你譴責 他可以穿睡衣而不用被認為邋遢 這樣月巨蟹就可以幸福開心地生活在他的小窩裡咯 他們會壓抑他們不喜歡的現實壓力 尤其是感情 他們通常認為感情應該經過深思熟慮 所以不容易一見鍾情 如果你是神經大條形的月亮射手 其實你是幸福的 因為你應該不會有太多內心垃圾要處理 但是過度樂觀也是有麻煩的 因為你可能把人惹怒了一輪之後 還會有一種關我什麼事的天真表情 相較這一派過度樂觀的月射手 有一派是假裝樂觀 這一類假裝樂觀的射手 那就糟糕了 因為你們其實是非常敏感的 只是說這些問題都被你壓下去了 因為你不允許它爆發 以至於問題往往累積到無法排解的程度 讓你難以承擔 我們可以想像月亮雙魚的人感受性有多麼的強了吧 而這樣的他們渴望被了解 渴望外界對他們的示好做出反饋 而月亮雙魚對感情通常是很飢渴的 嚴重的依賴性通常會給另外一半帶來壓力 那也有一派它是屬於分散型的 比如說對感情太渴望了 導致親密關係果然複雜 那月亮雙魚在感情中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把小事劃大 比如好心為對方做什麼事情 如果對方的反應不如他的預期 他就會非常的生氣 那通常這樣的月雙魚 他其實是想用這個方式表達 他非常的在乎你 所以會用這種過激 或者是分手的方法來刺激你哦 月亮獅子喜歡成為社交場合的核心人物 所以通常他們蠻有幽默感的 因為這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如果說太陽獅子是威嚴的王者 那麼月亮獅子就是花色華麗 虛張紳士的大貓 所以他們通常也很在意 要怎麼做大家才會更愛我呢 或者是PO一篇文有幾個讚呢 也因為月亮獅子太渴望被需要了 所以他會犧牲奉獻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所以我要提醒月亮獅子座的人 你要把你的成就感放對地方哦 不要追求那些很虛無 或者是讓自己屎骨無存的方式 其實你好好地經營好自己 就很值得被重視跟被愛了 月亮天平在感情上非常地傲嬌 他們會用各種方式來掩飾自己的心動 因為他們不希望對方覺得自己很快就淪陷 那會讓他覺得自己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當然也有一個缺點就是相處久了 很容易跟對方變成石油 因為生活太平靜了 然後他的性格太冷靜了 而這樣的月亮天平呢 遇到事情他也會表現出 處變不驚 喜怒不形於色的能力 所以在職場上 月亮天平絕對是難纏的對手 月亮天平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是月亮風向裡面 最拿不起放不下的一組 比如忍不住時時關注前人的動向 看看對方有沒有因為失去自己而痛苦 所以你發現了嗎 月亮天平其實還滿念舊情的唷 他們有時候也會為了挽回舊情而做出很多丟臉的事 他們通常情緒表達有點障礙 他就算很想哭 他也無法想像自己能像別人這樣放肆的大哭 所以當你有月摩羯的朋友 你會發現 當你對他表達關心或愛的時候 他們會渾身不自在 不知道怎麼反應 那麼誰會吸引月摩羯的人呢 通常應該要很有社會地位 或者是很有能力 或者給月摩羯可依賴的感覺 因此通常他們會跟很厲害的人在一起 那因為對方很厲害啊 所以一不小心他自己就會鬆懈掉了 所以月摩羯的人 要時時地讓自己保持在一個 努力進步的狀態 這樣的你會更討人喜歡 月亮水平的人對感情表現得很淡漠 他們通常給人一種有點疏離的感覺 所以外表儘管親切隨和 骨子裡卻很慢熱 而且不容易靠近 而對這樣的月亮水平來說 私人空間很重要哦 就算在一起也不能失去私人空間 並且他們不接受改變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不要試圖改變他 當你試圖改變他 他就會覺得跟你在一起不開心了 月亮水平的人也不擅長接收他人的情緒 所以你如果對著月亮水平的人哭泣啦 訴苦啦 他會有點不知所措 而且月亮水平的秘密就是 他不喜歡肢體接觸 所以你要追求一個月亮水平的人 手來腳來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等你們再熟一點吧 月霜子的人其實蠻討人喜歡的 因為他們博學多聞 或者是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 不分親疏遠近 也會讓跟月霜子在一起的人 覺得很委屈 你怎麼可以對每個人都這麼好呢 那我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他有點近又不會太近 然後你又擁有他挖也挖不完的神秘感 那麼我相信他就會一直想要研究你 持續的跟你在一起哦 也由於他們非常的聰明 很多事情一學就會 馬上得轉移目標 所以你會覺得他的熱情來得快 消散得也快 沒辦法 他很喜歡新鮮的人事物 所以非常殘酷的是 當月霜子突然對某件事 或某個人失去興趣 那大概就是已經學完了或看完了 月亮牡羊其實內心非常的渴望之音 經常嘴巴上說不要 然後兩個月後就陷入熱戀 然後閃電結婚 所以月亮牡羊是會閃婚的類型哦 月亮牡羊的人非常專注 當他們對某樣事情產生熱情 他就會一心一意的暴衝 不受打擾一直到 他覺得這件事不在新鮮為止 所以月牡羊如果想做某件事 他會抱持著一種信念就是 我要 我一定要 不過不用擔心這種狀況會持續太久 因為他們雖然想做 但不見得有耐性 所以他們是非常適合 短跑暴衝的月亮星座 很多人跟月亮金牛的人談戀愛 會覺得他們很像木頭 但其實他們不是冷漠 他們只是不喜歡表達感情 他們覺得感情並不是靠言語或展示來表現 而是溫暖的陪伴 跟月亮水平相反 月亮金牛的人非常喜歡肢體接觸 就算是跟同性的朋友 他們也不介意毛手毛腳哦 他們在吃方面也很容易滿足 我曾經有朋友在當兵的時候 別人覺得吃不下的那些食物 他通通都掃光光 這樣的月亮金牛在感情上 當然也很看重實質囉 比起太陽金牛 他們可能更重視物質 也可能更小氣一點 月亮天蠍通常也很自虐 比如一般人如果愛上一個人 愛不到或得不到反應 可能就會放棄了 但月亮天蠍一旦執著了 他就會一世在世 絕不放棄 那其實這整個過程就會非常的虐待自己 可是月亮天蠍反而覺得 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是勇敢的 而且月亮天蠍的人 常常會忍不住被黑暗的東西吸引 比如說很恐怖的東西 或者是血腥的場景等等 所以月亮天蠍的人 真的很適合做那種深層療癒的事情 所以月亮天蠍的能量 最好的體現就是幫助他人 或者是就算另外一半跌倒 你們也無怨無悔陪伴在他身邊 他太成功了 反而不能體現你的價值呢 你說是不是 老師一個人大概什麼時候 會露出他月亮星座的樣子 月亮要有安全感才會展現出來 比如說對家人你就比較敢 展現出真正的自己嘛 或者是熟人 比如說已經認識那麼多年的老同學 或者是我們已經住在一起 過的宿舍的室友 我覺得這個都是月亮星座 一定會被看光光的 今天用月亮來討論感情的部分 讓大家多一個面向去看一看 愛情的樣貌 因為月亮是每個人最深層 最接近以後才會發現的那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願意跟他共組家庭 或者是每一個人 要用你的月亮來迎接他人的時候 知己知彼還是非常重要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